下个华鱼 华鱼哥 嗨 嗨 你看我们有准备这个秘密武器 但是同学 为什么这个手电筒 外面还要包一个红色的玻璃子 因为其实萤火虫 它看不太到红色的光 这里就是细致虫德国小的 萤火虫富裕地 学校的同学都很认真的照顾萤火虫 让这块富裕地到了夜晚 就会闪闪发光 同学 看谁先找到萤火虫 就大声叫我们过去看 好不好 好 好 哪里 哪里 这么快 真的在发光 好亮 我第一次看到萤火虫 同学们的那个惊讶的程度 比我们还要小 因为他们在这里每天都看一次 可是它为什么不会飞走 我一脚就飞走了 不要走 这个是不是 我看到了 这个你看这个黄园营吗 还没有那么厉害分辨的事 还有这个是缩的 是买吃的 对对对 那这次是不一样的吗 还是同一只 对 找到不一样的 这是黄园营 公的萤火虫有两节发光器 而母的萤火虫只有一节 仔细看看 其实蛮好认的 哦